羅伯唐尼公開《復仇者》以高潮片 Iron Man 和《伏擊戰》分目觀眾 荷里活英雄片《復仇者聯盟》以奧創紀元下星期四就會上映 不過有看過官方的幾條預告片都知道沒什麼埋額擊戰 是不是令大家好吊癮呢? Iron Man 羅伯唐尼都知道滿足不了大家 所以他昨天出席2015MTV Movie Awards 世代大獎時 就特別準備了一條《復仇者》片段給觀眾 片中 Iron Man 穿上《復仇者》裝甲和《復仇者》對打 有好東西當然是開心分享 今天已經有人下載了一條影片放上網 這條影片長約分半鐘 說《復仇者》因為被《紅女巫》影響了情緒而狂聲大化 於是和《復仇者》決戰 其實《復仇者》這麼多年在漫畫、電影、電視作品中 推出過近50款不同的裝甲 這款《復仇者》就是1994年漫畫中誕生 說回這條影片,《復仇者》打得很激烈 《復仇者》還打爛《復仇者》的手 不過看開Iron Man 都知道他沒東西多 就是裝甲最多 今集還有空中補給站 這樣就飛了三件零件出來裝甲新手 到兩個拳頭對撐的時候 這條影片就完結了 究竟誰打贏呢? 下個星期射入戲院看就知道了 我是Eric Krop Facebook 一開即行 快點下載 猛片如魂 寒鳥最強 《復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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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票找到明星期見 字幕延長 所以說明欄的 首遠鵬 你不只能夠 不知道 成長 超